珍珠 甚麼老店有歷史 客人已經是幾十歲老人家 一直傳給年輕人、孫子都來買東西吃 所以他們來到有親切感 進來後,我買多少也好 他們說都是開心的 放回去看到我們都開心 最多人當然是陳皮、東疆、華妹 這三步是我們的三步 這是我們自家做的 阿爺六十年代創辦 後來搬到富明街的店 因為它臨近李武台的舊戲院 客人會在看粵劇和電影前 過來買零食 那些客人是當時傳不下來的 我還記得我們每年新年 都是比較忙的時候來的 我從小到大 每年新年都要過來幫家人授 都幫忙計數、幫忙收銀 還記得每年都要 這裡會打完蛇餅 排到外面 懷舊的口味 加上濃濃的人情味 令這間糧果老店 扎根銅鑼灣58年 發展至今 當年的小士多 已經成長為經典食品品牌 由賴第三代傳人 司徒的哥哥 他幾年前接手的時候 看到賣糧果手信的品牌不多 隨即著手擴張分店 最高峰時有多達三十幾間 現在就保留銷售額比較好的二十間 哥哥接手的時候 他做年式做得很成功 我們又發覺有一個需求 我們又嘗試在不同的地區 都開一間店 方便我們的顧客 在他們近的區域 買到我們的糧果 來提高我們 對市場的招有率 第三是 對於我們品牌形象 可以讓大家更加認識我們的品牌 這間店是比較modern 相比我們以前用的配色是黑紅色 有很多材料 像雲石、木 都是比較新的 而我們都抽出一些舊的元素 像鐵閘的鐵、罐 都是用回我們以前的設計 做一個新舊Crossover 新舊融合的風格出來 我們希望帶給更年輕的人 去接觸我們的品牌 二十四歲的弟弟C濤 2021年接行經營家族生意 他和哥哥的目標一致 希望在保留傳統特色的同事 亦都為品牌注入勃力 學煮出身的他 更加運用自己的專業 研發吸引年輕人的食物 我們有一種訓練 就是要保留香港的味道 和保持傳統老字好的形象 另一方面我們都知道 時代變遷 香港的味道都在變 我們都緊貼這個變化 推出更加多適合不同年齡層的產品 例如茶 我們有用我們檸檬薑做的薑茶 雪糕 我們有用我們的水蜜桃 做的水蜜桃雪糕 蛋卷 我們都是用檸檬薑做的蛋卷 希望可以打入不同的市場 除了專注老本行 他亦都大膽嘗試跨界合作 和本地設計師一齊 推出結合傳統和潮流的新產品 他們是本地潮牌 為了我們設計了一種獨特的顏色 再用今年的苦年 用老虎做主題做了一張地纖出來 潮牌都幫我們設計了龍鳳系列的產品 例如Pocketsheet和三 因為我們想打開不同界別的市場 吸引不同層面的顧客 所以我們就和其他品牌一起合作 試一下我們的客人會否喜歡這些產品 在同潮牌亂成 和刻意推出符合年輕人口味的產品之後 過往客路集中在30到60歲人士的糧果生意 成功吸納一批30歲以下的年輕人 而由於品牌旗下的分店 光顧的客人始終都是以老一輩為主 為了進一步開拓年輕人市場 品牌近年積極在其他零售點上架 並且緊貼網購潮流 開拓網店和在網購平台寄賣 我們之前新年都有放我們的產品上 去連鎖的超級市場 我們將我們最iconic的產品 賀年產品放在他們那裡 現在我們都在外賣平台和一些網上的位置 都放了我們的商品上去 接下來我們都會跟連鎖的便利店合作 擴展我們的銷售點 因為我們在宣傳products方面 都可能比較傳統 大家都會少些去了解 所以用這個方式去令大家更加容易去見到 營運超過60年 公司內部的管理系統也有需要與時並進 例如目前倉庫或店舖 依然用人手點貨做法比較傳統 試圖說已經計劃引入ERP企業管理系統 統一處理倉存、銷售、採購和財務會計等系統 期望可以隨時監測貨量、精簡和自動化流程 提升運作效率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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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